哈囉大家好,又來閒淡 大家不知道不知道 我說閒淡都會在升級的時候 或者是非常想說話的時候就要拍 這次都是升級的時候,所以就說一說 而且也有想說的話題 今次想說的就是Online Game Online Game的話題 對Online Game的回憶,一些看法等等 我也會說一下,Online Game其實有一段黑歷史 應該不太算,還是近期才知道 近期才記起,然後再找 是什麼呢?之後再說 首先說Online Game回憶,或者怎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Online Game 大家對Online Game的定義是什麼 我定義是一些肉城類 MMORP那類,我就當是Online Game 鬥陣LOL那些 我就分類為即時戰略遊戲 可能是魔術世界都是Online Game 對,我當它是Online Game 其實一開始的Online Game就沒有現在那麼厲害 對 一開始呢,都... 我第一隻應該就是石器時代 對,石器時代就是玩回合制 原始... 即是背景就是一個原始的... 世界... 世界觀,對,一個背景 就...你是適宜一個原始人的角色 去成長,升級,然後去捉一些怪獸來用 即是當自己做寵物 就是這樣的玩法 來來去去,每個Online Game都是這樣玩 即是譬如你... 選... 整個人物出來 然後你就做眼耳口鼻 再做什麼屬性 然後加一些能力值什麼點數 什麼滿力,力量,敏捷,速度,型那一類的 那以後就升你的人物 或者可能會有些職業或是怎樣 這個都是後話 嗯... 石器時代當時來說好像是沒有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沒有的 只不過是... 有點數給你加 有屬性 即是一些積極的東西 即是比較簡陋 跟現在Online Game就不同了 跟現在Online Game來比呢 現在Online Game... 嗯... 多了很多東西 譬如什麼技巧啊,力量啊 魔法啊,智慧等等 是很多的 當時石器好像只有四個 所以都很大的轉變 對比起石器 那當然啦,石器也十幾年前的產物 對 現在都2017了 現在都2017了 相隔這麼多年 當然就會有進步 好 那講一下當時Online Game 就有免費也有月費制 那石器時代呢 就是... 免費的,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大家有玩呢 真的跟我差不多年紀有玩的那些石器呢 那他告訴我這個究竟是免費還是月費呢 我記得好像是免費的 這個石器 免費石器 對了 不過你也可以選擇虛寶 即是一些虛擬的物品 當時課金的方式呢 就是買一張卡 買一張小的卡包 然後拆開它 那它裡面就會展示給你看 咦 你中了那個什麼什麼道具 下面有一個 的罪號 你輸入罪號 入官網 那官網收到那個罪號 咦,對了 這個... 12345 它就會傳回到你的帳號 傳回到你的帳號 那我物品欄那裡 就會顯示那個 推移物品出來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 課金方式 對了 我那時候也沒有怎麼課金 就算有也是一兩次左右 對了 那我也說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剛才 我想說回 其實小時候 沒有怎麼努力去玩 這個遊戲 只不過走難站站 看到人物在動來動去 覺得很好玩 完全沒有再進下一步了解這個遊戲 更深入去了解這個遊戲的背景 一些有趣的地方 一些任務 帶出來想說什麼的劇情 完全不知道 當時小時候 我當時是小時候的 就不知道 原來呢 是這麼高深的學問來的 或者是一個網絡遊戲 對了 那 去到大一點就知道了 那 我說回那時候 就不會說怎麼去玩那個遊戲 只不過走難站站 走難站站 然後可能說 做一下任務 升一下一點點 就下 下 下 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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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都不會說 怎樣 去懂 怎樣升 當時來說 如果你沒有什麼攻略 譬如你 抱歉 那時候沒有什麼攻略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攻略 你必須要 你認識一個朋友 又或者是 有個朋友跟你一起玩石器 一起玩同一隻網絡遊戲 再或者是 有出遊戲書 對了 早十多年 遲了 應該都還有一些遊戲書 告訴你 有什麼升級的方法 現在都還有 不過現在應該沒什麼人看 雜誌寫都 算是半收檔了 我覺得 因為現在每個人上網 比如你網絡遊戲 黑色沙漠 最簡單 現在是最 最多人知道 黑色沙漠 如果你上升 你會去哪裡找資料 哪裡找資料 給你 給你三秒的時間 不過 你不用三秒 你兩秒可能已經想到 就上網打 真的打黑色沙漠 連級地點 打完之後 他整個List 就是Google整個List 都出來了 那些連級的表 就是那些地點 全部都列出來 那現在還用什麼買書 現在 那當時就沒有了 石器 所以買書 即是書都沒有 那時候 就不會知道怎樣去玩下去了 對 就不會知道怎樣去玩下去 所以都挺辛苦的 那走硬站 走硬站 走硬站就算了 都是回來整體 走硬站站 我玩當時來講 那玩了一個多兩個月 都沒有玩了 對 因為不知道在玩什麼 如果你讓我現在玩 一定會 會玩很多 對 那第二隻應該就是 魔力 魔力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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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魔力寶貝就不是原始世界來的 是比較先進一點 就是 世界觀一個背景就是 採用一個冒險家的背景 那你就進入了這個冒險家的世界 那你就飾現一個冒險家的角色 就 你可以選擇男還是女 有不同的造型讓你選擇的 魔力寶貝 沒有都比較喜歡的 例如 去到兩三年 說到兩三年之後 我都還有玩一個師伏 對 不過 最終都是沒有玩到 現在 因為第一隻網路遊戲 都 沒有那種 小時候的熱誠 沒有那種熱誠 所以就沒有玩下去了 那這句話 說回射器 說回魔力 是有很多的職業 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角色 那是被你選擇的 魔力好像有二十多個職業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分戰鬥型的職業 生產型的職業 還有是 即掘原材料的職業 譬如是什麼呢 戰鬥型 譬如是劍士 弓手 而生產型 就是整劍 整弓 那一類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掘原材料 譬如你掘一些 掘一些木 掘一些礦石 然後弄一把劍出來 對 有分幾種職業的 幾種職業的 對 有分幾種職業 我突然想不到用什麼詞語 對 我詞窮 好 因為我說話就比較 不是說太好 好 當時有很多職業 你可以選擇玩一個職業 譬如是弓手 玩一個 或者你可以選擇兩個 一個職業就是弓手 戰鬥型 另一個就是生產型 一個負責升 一個負責賺錢 賺完錢的那些 就給他一號的帳號 當時來說 相開就是這樣玩 好像那時候已經有相開 我挺喜歡魔力那種市場 譬如你想要什麼工具 你就必須去掘礦 去弄出來 而弄出來 你是需要時間 很多時間 就是可能你要 那個技能 掘礦技能要4 才可以掘到4 的原材料 又或者是伐木要4 才可以掘到4 的原材料 之後再弄一把劍出來 那把劍就厲害了 然後再拿一把劍去拍賣 因為那時候是魔力 就有得放攤檔 就不算攤檔 只不過放一隻寵 然後那隻寵 改了那個攤檔名 就是譬如 原本那隻叫做 史萊姆的 的怪 然後改了史萊姆的名字 叫做賣 不知道 賣新手劍 500塊 這樣做一個市場 我覺得是挺喜歡的 對 想起來就覺得挺喜歡的 這個市場 當時小時候也沒有想到 魔力的話 可以告訴大家 魔力是行月費制的 是月費制 頭七天 免費 之後 就要給七十多元 還是百多元 就 給你玩一個月左右 當然你都可以繼續 這個 課金 一直給錢 不斷地 不斷地玩下去 當時就是走這個月費制的 雙城我忘記了有沒有 我忘記了有沒有 如果大家有玩魔力 可以告訴我 就是最原始的魔力 就算我如果是有給點 就是買點去 給錢玩 月費 我也是買過一次 兩次左右 因為都不想 因為小時候就不會太進取去玩 太了解去玩 跟石器一樣 我也是玩了一陣子就沒有玩 就是最白癡的方法就是 因為我當時 因為她七天免費 所以我七天玩完之後 沒有了 不能玩了 然後又申請我帳戶 不斷無限飛 就飛到 對這遊戲失去而成 就不玩了 對 就不玩了 好 我覺得魔力真的挺改變我的 也不算怎麼改變 只不過是挺喜歡玩魔力的 後來還有玩過很多網絡遊戲 中途小過你 小過你接觸很多網絡遊戲 因為都沒什麼東西玩 我又不是經常出街的東西 都是用電腦的 之後就玩過什麼童話 童話 寵物王 星空之門 即是星夢 或者是幸福 不太記得 吞食天地1 吞食天地2 爬王拉CSO 還有些我忘記了 有些太... 呃... 太過... 難滿的那些我就不說 因為我有一些都玩 彩虹無怨也有玩過 我可以說一下這個 寵物王是挺好玩的 雖然它很快結束了營業 但是呢 我對這個遊戲都挺有印象 可能它的名字改得好 寵物王 我覺得是挺好的 所以我就很記得 但是小時候沒什麼怎麼玩 但是... 是... 是很有印象的 是很有印象的 但是玩了一陣子 它就說停... 停了一場 即是不玩 即是生伏 即是怎麼說呢 停止營運 現在到現在已經找不到私服 即是你寵物王需要一些資料 你需要一些資料去架構那個... 伺服器 但是那些資料呢 要在哪裡找呢 那就是一個問題了 那其實我覺得一直都會有人back up 即是一定會有人back up 我覺得 那只不過你願不願意付錢去買 一定也是商業的問題 即是你有沒有錢呢 有錢就給你 沒有錢啊 我不會給你 也不會放上網給人玩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個意思 那可能它早有一天 它就會出回寵物王 因為寵物王其實也有很多人玩 即是我看到高登那些 都有提過寵物王 或者台灣那些人都有提過寵物王 那是幾... 都真的幾多人喜歡玩 所以看得出寵物王這個遊戲 就真的好玩 對 真的好玩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好像是... 那時候好像是... 氣谷吧 帕安拉那個公司 帕安拉的公司 嗯... 嗯... 剛剛去看看 那些資料呢 那是... 氣谷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呢 就它... 不知道為什麼 事不行刪了它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刪了它 感到有什麼用意 其實是一條好的... 水路來的 但它刪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賺錢多 不想人... 你看到... 這個遊戲好玩啊 我不想讓它玩 太好玩了 不行不行不行 就不玩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是一隻好遊戲 是要搞死自己的 對 其實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再見到寵物王 這些網絡遊戲 對 因為每個人都轉了 每個人的市場都趨向了 手機遊戲 一些的... 咦? 這個還沒打嗎? 這些手機遊戲 那些... 那些... P4 XBOX那些 每個人都推到那裡 市場趨向 所以... 網絡遊戲 是不是真的不能做呢? 我想都遲早會收檔 遲早會收檔 遲早會收檔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完全燒... 完全沒有了 還是會... 會留一點點呢? 應該會留一點點的 可能是魔獸世界那類 比較多人玩的那些 就會... 有人去... 呃... 有人去玩 就不會撿的 另外一些小的就會不斷消失 那這次想說呢? 其實... 呃... 還有一樣 就是什麼黑歷史 我剛才好像有說到 那如果沒有說到 我忘記自己說了些什麼 對 因為有時候我說完都忘記自己說了些什麼 啊? 我剛才說了些什麼? 忘記了 可能會覺得... 咦?又重複多次? 你說了第二次了 大哥 可能... 可能有幾個機會都未定 對 那黑歷史就說一下 跑Online那時的時代 跑Online這個遊戲 那跑Online這個遊戲呢 呃... 進去的時候呢 就玩跑 顧名思義 跑Online就是玩跑步的 那當時就是比較生命的一種玩法 就... 很多人一開始開服的時候 很多人一起玩 一起進去玩這個... 呃... 玩火力賽啊 玩... 殺人那些的生存地圖 是蠻好玩的 是蠻好玩的 不過之後就越來越... 沒什麼好玩 對 這隻遊戲... 如果你更新的方面 做得慢呢 或者做得不好呢 這樣... 玩家流失量呢 會越來越多 例如... 玩家流失就會多了 那就是這個原因啦 譬如一些... 哪些呢 呃... 數碼暴龍Links DigimonLinks 都可以做... 呃... 一個... 大的例子啦 你看到它很少更新的 所以我都頂不住了 就是這個意思 啊... 我先說一下黑歷史 我先說黑歷史 我先說黑歷史 黑歷史 那當時來說 黑歷史呢 你又可以招一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些網路遊戲很喜歡 招一些什麼女朋友 什麼老婆之類 那我當時是招了一個 不知道是女朋友還是什麼 那之後呢 就每天都聊聊天 每天都聊聊 對 每天都聊聊 那之後... 那時候就用MSN聯絡 就不是什麼真電話 用Message 聯絡 就不是用MSN而已 那之後就沒有找到 那直至我不知道 上年還是今年 就是2016年 就屁股去檢查 就是上了MSN 就看到他的E-mail 啊... 看到他的E-mail 那他呢 就當然就沒有上線 對 都不會再上線 對 那之後我就好奇心驅使之下 就檢查一下E-mail 嗯... 因為有時候在Google裡打E-mail 你又會找到那個人的名字 就是找到那個人的名字 就是找到那個人的名字 之外呢 又找到那個人的一些資料 那我打進去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呢 我打進去 咦... 怎麼又再打一次呢 這個 可以打幾次的 我發現到身份鏈家 那就是說 啊... 好... 那我想說一下 剛剛說一下 啊...對 好奇心驅使之下呢 就打E-mail到Google裡 那發生什麼事 真的厲害了 猜都猜不到 啊... 一打進去呢 就發現到一個人物資料 那我按進去 那他說了那個人呢 留了一些言 又或者是打過什麼遊戲 那我看回 咦...這些遊戲 不像一個女生會玩的 啊... 真的不知道什麼 全面戰爭啊 真的玩坦克那隻 不知道什麼 另外有玩勁舞團 或者怎麼樣 那看來越來越不像... 呃... 女仔啊 那之後我心裡想 開始發生了 對 不妙了 開始覺得 不妙 這次糟糕了 真的想不到認識了那麼久 原來是人... 即是一個男吧 我... 不可以用人妖來形容的 對 對 不過他說得明是... 可能真的女都未定 因為我都沒見過他 對 都沒見過他 不過我看那些遊戲 都不像是女生會玩的 啊... 你沒見過女生玩一些坦克遊戲啊 玩一些什麼傳聞戰爭啊 槍遊戲應該都少一些 什麼CSGO會不會玩呢 可能有玩都未定 不過男生我覺得會居多 我覺得會居多 勁舞團呢 這些男和女 勁舞團這些女玩呢 都沒什麼問題的 都... 常見的 都常見的 但是什麼坦克呢 應該不會吧 我心想應該不會的 對 應該不會的 那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黑歷史 對 到現在想起來都覺得... 唉 都不知道怎麼說 對 有個任形 不過這個都是常連線知 一直都不知道 對 是不知為什麼突然屁股去檢查 那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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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次呢 都沒什麼特別的想說 就是想說一下 我對網絡遊戲的一些回憶 一些看法 對 好 那這次來說 這個就先去這裡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想 可能... 嗯... 對 都沒什麼想說 只不過想說一下 那些網絡遊戲的回憶 或者怎麼樣 好 那大家其實都可以說一下 有沒有話題想我說一下 我也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如果大家想... 如果大家想... 如果你想聽 當然是 如果你不想聽的話 留給我說 想聽什麼什麼 但是... 但是... 對... 真的... 對... 前提要想... 想聽 想我說什麼話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聽什麼話題 就是說我說什麼話題 可能是一些什麼... 呃... 你第一次煮食是什麼 或者... 呃... 做什麼運動啊 對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有什麼看法等等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可以... 考慮一下會拍那種題材 就是你說的那種題材 我都可以考慮一下拍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要等我慢慢想 你看到都... 一兩個月才出了一條影片 都不一定的 對 那這次先走到這裡 都算是比較上... 呃...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是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不會說其他人的看法 我這裡 就是我自己的影片 對 那...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看法 一些回憶等等 可能大家也不認同 都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看法都不一定的 嗯... 那當然呢 就是每個人都不同的 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的 我沒有辦法 全部都是跟我一樣 一個的回憶 又或者怎麼樣 對 那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